嘿 大家好 我是Chill 今天是我沙茶火鍋第N集 帶大家來吃 連鎖品牌的沙茶火鍋有什麼不同 比較我之前吃過的傳統老店金山福源 還有望角石頭火鍋 以及連鎖品牌的逐漸幸福 提出我個人的一些看法 正所謂沒有最棒的只有最適合的 來聽我說說看哪一個最適合你呢? 話不多說我們來看看自助吧 還有醬料區有些什麼東西吧 菜盤的部分應有盡有 基本的高麗、白菜、綠色蔬菜都有 豆皮、油條、芋頭、蛋餃、百葉、玉米 紅蘿蔔、白蘿蔔、金針菇、木耳一個都不少 各式各樣的火鍋料也有 牛奶跟甜不辣也企圖讓你可以自己煮關東煮 自己在家裡面吃都不一定能有這麼豐富 米、雪、丸子類的東西 黃瓜 火鍋料類可以說是非常的豐富 還有魚板跟生物魚丸喔 飲料的部分只有四種 不過內容我覺得還蠻豐富的 冬瓜茶、芭樂汁 還有無糖的烏龍茶 今天的冰淇淋 黑糖的口味 防止湯過鹹的水 還是想要繼續鹹下去的湯 都有 各種冬粉麵類也都有 當然最重要的白飯也是讓你吃到飽的啊 看一下梅花柱的部分 厚度還算是適中 雞肉部分也還行 然後還有這個 現場招待的排骨酥 旁邊還有胡椒粉可以沾 超爽的啦 話不多說直接來看炒鍋秀 對了忘記說它的醬料部分 屬於中規中矩該有就有 給大家參考一下吧 今天點了一個沙茶土雞鍋喔 然後我選的是梅花豬肉 打卡送的雞腿啊 好啦我入座啦 它就是用QR Code點餐 這種的話就對於長輩比較不友善 因為大家會覺得操作比較不方便 不過應該也是可以請他直接幫你點 開吃啦 我今天點的是沙茶土雞蛋香鍋 然後我點的是這個梅花豬 好久沒來 好先來開吃啊 首先我覺得第一個感想就是說 我們有很多間那種爆炒的啊 比如說我現在也會把竹煎一起放進來 竹煎的話它不是用這種石鍋的 不是這種石頭鍋 是比較像那種小石鍋那種 它這種就是有爆炒然後有過程的 我覺得蠻喜歡的 自從啊我家附近開了竹煎之後呢 我就後來都跑去竹煎吃了 那其實最主要的差別是竹煎的那個菜類比較多 它的菜類現在有變多了我覺得有進步 這是我講淡水店 但是其他店我不知道但是 目前看起來我覺得算是平手就是 在如果淡水店跟淡水的竹煎比起來的話 它的菜是比較 少的 菜種類比較少 但是我覺得瞎不眼瑜但是 其他的東西啊這些 丸子啊什麼的 我覺得火鍋料是有比較多的 而且品質上面有提升 我覺得是有在比的 好那它新增了一個東西 哇這太久沒來吃 因為我的點數有一陣子 差不多兩個月沒來 然後我 雞了幾十點差不多三四十點 全部都沒了 然後其他火鍋料 它這個豬肉下一點 全下 這是什麼 對 對 全下 豬肉先全下 豬肉煮好了 現在吃一個看看 好第一個就是 看它有沒有那個炒鍋的香氣 有 這個豬肉啊 一樣是 機器切的啊 畢竟是連鎖店機器 如果手切的話會有點苛求 因為我最喜歡吃金山的那個 不用火鍋嘛 那種手切的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肉啊 聽一次來說是比較穩定的 比起說 比較 小 小粽的那種 有一些石頭火鍋 像以前士林的那種 肉就沒有這麼好 基本上這是火鍋肉片 可是呢 我給它80分就是 還不錯的喔 我覺得在 不管吃到飽啊 還是這種單點來說的話 同樣的梅花豬肉片 它算是品質還蠻賴的 蠻柔軟的 好 雞腿 先下一下 把肉都講一講 我沒有就吃 吃豬跟雞 其實它給的這個份量蠻大 我覺得是339 然後加一層 然後 其實它基本上喔 你光看 賬單上面的那個 你會覺得 好像小貴 可是其實它東送西送 其實是非常划算的 但是其實很多家現在都這樣做啦 那如果你以前沒有用餐過的話 第一次來喔 還會送一個點數 又可以再換一盤 所以你如果 差不多300多塊 你可以吃到肉非常多 比你去吃吃到飽的人 對 以胃口中的人來說的話 想認真它這個雞蛋鍋的土雞蛋的香味 真的還蠻濃的 可以聞到滿滿的那種 雞蛋土雞蛋的香味 不錯不錯 好啦 我雞肉已經好了 差不多來吃吃看 雞肉跟人家什麼不同 基本上跟大家是打同小異 可是我覺得它的雞肉 特別新鮮可能 最近聲音可能還不錯 所以跑得滿快的 是很新鮮的狀態 那 有時候此一時非比一時啦 可是我覺得是好吃的 好啦我來吃一下瘋狗杯 不是不是 排骨酥 它這個排骨酥蠻厲害 就是它 是可以直接吃的 不用再放進湯裡面 然後旁邊還有附膠鹽給你 欸這感覺還蠻爽的 我之前其實吃過他們炒鍋的那個 排骨的也是好吃 酥脆 肉汁蠻多的 像我們去 買的那種排骨酥 很棒喔 丟一下進去湯 吃給大家看 好啦這個稍微是煮過啦 其實我蠻推薦放進湯裡面 因為那個 炸皮裡面 吸了湯汁之後呢 再加上微微酥 不要丟太久 那感覺很好 因為你吃到那個炸皮有點脆脆的 還有一點點水分在外面上爆出來感覺很棒 口齒它的肉汁還蠻多的 然後它肉點蠻厚的 然後 那個骨頭不是很多 很棒 好啦我稍微總結一下 我剛剛講都是肉的部分 肉部分的話 它基本上是跟我們所有的火鍋料的部分差不多的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跟 那種 爆炒的 而且還有爆炒的部分 然後 要跟 像我之前吃了兩家金山的 然後還有 旺角色火鍋來說的話 爆炒的香度可能沒有那麼高 然後肉的話 你也比不上金山手切 但是我這樣比不太 有施工餘啦 因為畢竟人家是連鎖的 不過它在其他的東西的品質上面是有贏過 我們等一下再來說說看 除了這種 以外 那種小品牌 然後是沒有成名前的 有一些 它就會特別難做 因為 畢竟人家 肉大量要吃 就是它可以 比較以批發價拿到 比較好的價格 那 它就可以 賣的比較便宜 像它 東送西送的 說真的 你一般如果自己弄的話 自己開一個的時候 火鍋店的話 很難拼得過 好但是如果 很逐漸比起來的話 我會比較喜歡這邊的 炒鍋跟肉 因為逐漸基本上是 講石頭火鍋 但是它是小石鍋 而且它也沒有爆炒 或者它爆炒是 它已經先炒了給你 沒有那種視覺上的享受 還是有差的 所以它這一間店強的地方是 它還有視覺上的享受 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重要 接下來我們進入菜盤的部分 這個部分 我覺得它有幾個東西特別棒 你看這個東西 然後它目前用肉眼看起來 它的這些火鍋料 我覺得是比 逐漸好上一些些 但是如果是以連鎖品牌 不是那個 老店的話 老店是這些都要再付錢 然後這些菜還要再 去付錢的 不是吃到飽的 全部下一下 好啦火鍋已經差不多 我現在來吃一下這個丸子啊 這看起來就好吃啊 小心 小心噴汁 這個部分的確是優勝所有的 這要夾 絕肢已經是他們的特色 很好吃 像這個燕餃啊 魚餃啊 很爽 可是傳統老店就不會有這種東西啊 就小小的送給你一個 都是比一些那個 火鍋料啊 蛋餃 餡蠻多的 還不錯算優勝 油條這一點 也蠻爽的 而且它裡面有一些麻辣鍋啊 你就可以點麻辣鍋 然後用這個超爽 就Olan這一點 蠻特別的 我吃 好吃 因為我們去吃 關東煮的 一般水準的好吃蠻多的 魚板 丸子 哇好燙 好啦它重頭戲 它是絲木魚丸 然後如果是以竹煎來說的話 是 那個花枝薑 或者是蝦仁薑 我吃這個 好大一個是我自己挖的 可是看起來很棒 喔 這個很棒 你很像自己弄的時候 很像你自己客製的那個 絲木魚丸 很棒 好比我們自己去買的絲木魚丸好吃 這個值 這個絲木魚丸我覺得很值得吃 為什麼因為 你可以弄到很大顆然後慢慢煮 然後 你去外面買那種大的魚丸 非常貴 然後 它這個就讓你挖到爽 然後我剛剛吃這個的整個就覺得 很棒 我覺得 它這個火鍋料的這一類 菜的話我覺得是平手 或者是它菜可能比別人少一點 如果比 爹壽起來逐漸的話 可是 它在火鍋料這一部分 我覺得是優勝的 那你來的時候 你可以特地點幾種東西 第一個就是 福州丸 第二個就是剛剛的 吃木丸 光吃這兩樣 我就覺得 還蠻划算的 雲沛回補 明顯是這種大米粒型的 然後 我覺得它的顆粒感 不錯 我覺得如果喜歡顆粒感 喜歡吃米香的那種的話 這個還不爛 好接下來我們來講 醬料的部分這個是沙茶 我覺得 這種 吃火鍋一定要比的 就是沙茶 我先吃一看 這應該是他們自己弄 可是比較偏向那個 牛頭排的感覺 然後顆粒還蠻粗的 就我喜歡有 渣渣口感的那樣子 這樣一下就 哎呀 掉了換一個 豬血糕最能夠 體現出沙茶醬的 味道來加一下 好啦個人覺得 在醬的部分 沙茶部分 它比較算是 普通再偏好一點 可是呢它的醬 選擇非常少 它這有做另外一個 是柚子 醬油的 可是柚子醬油的話 就是大家都有 那我如果覺得在 竹鍵的部分的話 它有很多 還有什麼奇怪的 什麼麻痺醬 什麼牛逼醬 什麼 一堆有了沒了 醬料種類來說的話 其他的 比如說沙茶的話 跟老店比起來 還是有一段差距 這樣子 所以 以 醬料來說的話 這邊是 比較 越 越欠優勢的 好啦進入飲料部分啦 那我特意拿了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 叫做逸峰冬瓜 那逸峰冬瓜茶好像是台南的 是不是 還是之前有個台南 要選市長 叫什麼逸峰的 不管逸峰冬瓜茶蠻有名的 我喝了 就是好喝的冬瓜茶 可是我覺得它在飲料部分 還蠻用心的 還有芭拉籽還有什麼其他 其他也有無糖的茶 我覺得這個部分的話 他們有用那些汽水來去 打發泥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我覺得 他算是獲勝 如果比起傳統老店 很多都是可能還要再繼續買飲料 但我 我有吃過一間旺角的話 他是 他的那個 紅 奶茶非常好喝 然後跟他綠茶也非常好喝 但是我覺得 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是平手的 可是如果跟 一些店裡 我覺得這間算是最優秀的 好啦 進入到我覺得 沙場火鍋 最後最重要的部分 我剛才已經吃好幾輪了 先來 加個飯 稍微粗了一點 單手操作更難 最喜歡看這一幕 就是 慢慢煮 然後煮了這樣子 融合湯跟米粒在一起的感覺 超棒 然後最後挖一挖挖的 一點都不剩的感覺 最爽 嗯 哇 美妙的畫面 有有有有有有火要開始關了 這感覺最好 來吃一下喔 剛剛已經有吃過 好吃喔 可以 絕對可以跟 就是老店的一拼了 首先他是一間店 他就是有爆炒了 然後加上我今天弄的是土雞鍋 所以 他那個雞蛋的香啊 震脫出這個 他裡面的湯的味道 然後還有這個米粒的 那種人醜感 我覺得這樣整個吃起來很棒啊 因為 他今天用這個 我今天選對鍋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你今天選的 如果你想要最後的飯的話 一定要選他爆炒鍋 他爆炒鍋 這上面啊 會有寫 有寫個爆的 有沒有 就是會有爆炒鍋 我基本上來這邊 只會 吃爆炒鍋 要不然就跟 吃小火鍋有什麼兩樣 對不對 對 好啦 最後的是冰淇淋啊 來吃吃看 這是黑糖口味的啊 黑糖冰淇淋 吃起來有一點點沙沙的 可是 不至於到那種 很廉價的感覺 然後 我覺得這個部分 他的黑糖還蠻好吃的 我覺得跟 如今算是平手啊 我之前吃過他的冰淇淋 我覺得每一個都還蠻不錯的 他是屬於 有一點冰沙口感在裡面的 但也算黏這樣子 因為奶的比例是有調過的 然後在甜點的部分啊 如果是你逐漸的話 他還會多了一個 巧克力冰沙什麼的 然後有些餅乾 但他這邊就沒有提供餅乾了 不過我覺得啊 這邊價位比較可愛一點 我覺得 我可能會 踏足回來這邊 比較多一點 還不錯 好來總結一下啦 我覺得這間店 我已經蠻久沒來 然後他進步蠻多的 那這間 我因為我今天吃是淡水店 我以前就還蠻喜歡 因為他們服務 還說還算是蠻親切的這樣子 那總結我就從這幾個 我剛剛 分類的東西來講 第一個是肉餅的話 如果你是端子 吃划算的肉啊什麼的話 這一間的話 我覺得是優勝的 而且甚至會比一些 傳統的老店好 但是呢 如果說你想要吃 特別什麼手切肉的話 當然會覺得 金山服務很好 那 這種划算的肉的話 他也比竹間的來 低價位一點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大家就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你想要吃 比較低價位 可是用品質不錯的肉的話 那就可以選這邊 湯頭的部分啊 我覺得爆炒的話 如果想 找元素品牌 因為不可能老店永遠都開在你家旁邊 那我覺得這邊 會比竹間來得棒一點 因為他真的有爆炒 可是逐漸沒有 但是如果老店在你家附近 又想要吃爆炒的話 但老店還是厲害 菜盤的部分啊 雖然他的菜比較少 可是我覺得火鍋料也是足夠多了 所以如果你不是非常就是一定要 有什麼菜是有什麼菜的話 其實呢我覺得算是平手 就是月書給竹間一點點 不過我覺得價格太已經 便宜了 我覺得大概50到80到100塊 左右了喔 但是老店的話 就是沒有那些菜吃到飽 所以就看你怎麼考量 那我覺得如果跟老店比啊 他就算開在老店旁邊 他也會有他很強的市長菜 很多人會選擇吃這個 而不是吃老店 為什麼因為 那些東西可以吃到飽 那老店沒有辦法 然後甚至竹間的話 我覺得有些人可能 不想要那麼高的價位 那可能就會來吃這個 所以我覺得 他的定位定位蠻好的 那如果以醬料的部分 我覺得是大輸的 可是 說真的我剛剛幾乎沒有用到醬料 因為他爆炒味要夠重 所以其實你基本上不用沾醬 如果你是屬於 不需要沾醬 然後也可以吃得很開心 而且他那個原本的味道 就已經很棒的話 那我覺得 你就可以考慮來這一間啦 就以甜點飲料的部分來說 我覺得略舒逐漸一點點 可是呢 比起老店的話 當然就是大勝啦 因為這些東西 都喝到飽吃到飽 而且捲成的種類比較多 大概也是這樣子啦 以綜合以上這些條件的話 你會選擇哪一間呢 我們今天先到這邊啦 大家拜拜 謝謝大家 我們來到八極 小極 因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